我们很多人是听不得别人批评意见的 有的人可以把别人批评的意见听成建议 听成自己完善的方向 有的人把建议都会听成批评的意见 所以很多时候是转化的问题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他讲的有道理 那我就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 善意的解读我们都是欣然的接受 所以你的老板要是挑你的刺是空穴来风 没有事实依据 那我觉得你可以句里力争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老板格局不够 那么如果说你也可以考虑 那么如果在这个公司没有发展的前途 不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老板是任人为亲 那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评 但是如果老板是提出你的建议 提出你这个改进的方向 你就不要觉得别人在挑你的刺 也许是在帮助你成长 所以我觉得呢 首先你要第三方去看 很多时候我们身在其中 就是身在庐山中 不识庐山真面目 所以有的时候你把自己摘出来 就是第三方客观的去看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经常都说 理性是人类之光 我们的注意力争